很容易上手的几种女人,你只要赶上,她就会配合 现在的社会,很多男人都抱有玩女人的心态 婚前都玩几个,玩了很多女人说起来很骄傲 女人其实也是一样 现在对于结婚的观念不同了 现在结婚,以为着自由自在的生活的结束 所以,女人很多想法也是玩几个,再找个老实人嫁了 现在还能娶到处女吗?问你想想吧 很容易上手的几种女人,你只要赶上,她就会配合 一,内心寂寞的女人 很多女人在朋友圈,在空间,在其他一些社交软件上 放出自己的一些自拍照片 这样的女人就是侧面印证她内心空虚的女人 男人渴望找她,但是内心还是有一点点的小矜持 所以这样的女人不能急,要慢慢的约 二,为了钱的女人 只要有钱,一般什么事都会做的女人 这样的女人不在少数,你不需要花什么精力 你所要花的就是钱 那么那些女人就自然的围在你身边 三,三十多岁的幸福妇女 这类女人往往是男人最容易上手的外遇类型 三十多岁,家庭比较幸福 丈夫没有问题,经济上微露曙光 孩子上了小学 婚姻生活进入了超级平淡的时期 而容颜尚未老去 又正在一心渴望体验更加深刻的人生感情 四,大龄单身女青年 这类女性一般分为两类 一是感情经济比较空白 二是有比较多的感情,但是目前单身代价 这类女性一般在事业方面已经定型 但是由于种种因素所以保持单身 家庭的催促,社会上对于大龄单身女性的一些言论 会使她们不自主地去思考感情 虽然当今社会大部分女性更要求物质 但是对于这些女性来讲 由于自身因素 她们对于物质的要求会相对的降低 所以这类女性会比较好泡